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川普开除后主前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首度公开献身 今天在国会听证时说 川普开除他的说辞及对联邦调查局的毁谤是谎言 就这么简单 200公分高的科米打着深红色领带主面无表情 快速走进听证会现场 在美光灯闪烁下 他和参院情报委员会 主席主共和党参议员博尔 及情报委员会 民主党首席议员华纳分别握手致意 随即坐下 尽管摄影机镜头围绕 当华纳提到科米遭美国总统川普开除主 川普要求科米停止调查通俄门时 科米仍直视前方 聆听议员的开场说明 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情绪波动 只在华纳发言时喝了一口水 然而 科米一开口却句句充满威力 他先说自己不再重述书面证词的说法 紧接着直说川普政府对开除他的说辞不断转变 让他震惊 且感到困惑与忧虑 科米说 让他困惑的是 川普在过去几次互动重复说他做得很好 但后来川普又在电视上说 开除他是因为通俄门的调查 川普团队还说他遭到开除是因不当处理前 国务卿希拉蕊·柯林顿的电邮门调查 让他忧虑的是 川普为前国安顾问弗林向他提出的说法 让他对FBI的独立性感到忧虑 科米重炮指出 川普及他的团队会向外界解释开除他的理由 选择诽谤他及联邦调局 他 川普还说FBI一团乱 科米反控这是谎言 就这么简单 科米以谎言如此强烈的字眼回应川普的说辞 但当议员问他 是否认为川普针对弗林向他提出的要求 涉及妨碍司法公正 科米说 这不该由他来判断 但他认为 这是一种干扰 他还说 川普没有要求他停止调查通俄门 科米还提到 他认为 毫无疑问俄罗斯企图干扰美国去年的总统大选 但他有信心 没有一张选票遭篡改 如同科米的身高让人难以忽视 这场被称为世纪听证会 也吸引众多媒体记者抢位 而一早大楼走廊就像是媒体记者的体育场班 得眼观四方主一发现议员行踪 就展开追赶跑问 而开放给民众旁听的座位 早在清晨午时就已形成排队人龙 参院情报委员会 位于三栋参院大楼中主空间最大的哈特大楼 今天一场热闹主满是人潮 根据白宫公布讯息 川普今天在中午12时前没有公开行程 尽管白宫官员坚称 川普还有很多事要做 不会一直粘着电视主紧盯科米听证的转播 但作为科米证词中重要当事人 很难想象川普会不看一眼或听一阵主被他怒吵的科米 究竟怎么看待两人过去的互动 而原本传出对推特总欲罢不能的川普 将在科米听证期间已及时推特回应 但白宫官员稍早否认这样的说法 截至发稿 川普的推特账号仍安静无声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所做的报道 谢谢您的收听